各位早晨 今天是12月17日 美股方面 前日反彈後 其實都仍在整個炒加息 殺股值的行程之中 三大指數昨天跌0.08至2.4%之間 跌幅最強當然就是納指 除了主要科技股之外 其實一些增長型科技股的跌幅更加驚人 這一期的殺股值刷得很誇張 大家就不要太過進取去撈底 其實這一輪這麼大升大跌 可能彈那一刻會覺得錯過了 但其實這些大升大跌波動 就是整個不穩定的市況 這些市況很多時就是在一些 所謂最大的單日升幅 通常都在紅市裏面發生 所以就不要太過想去捕捉 這些超短線的一些機會 反而就是盡量保留多些資金 少操作 還有應該之前就減了一些的增長型科技股 應該現在都陸陸續續 如果再向下 開始有些大人股都向下 其實那些情況都可能稍微減一減保險 整體上來說 美股港股都是 不算是很好的市 不算是很好的市 就盡量不要太多的出手 或者不要太多的部署好倉 港股方面這邊 今天都有跟隨外圍低開 低開之後現在跌過8點 去到23,300的水平 其實都繼續是測試 23,100其實是今年的低位 其實基本上還是在測試這些水平的位 暫時都剩下低最強的 現在繼續都是舖團的電力股份的板塊 我想這些資金佣在這裡 因為其他其實都沒有什麼可以買的 暫時都是繼續是偏保守整個大市